中和的機車工廠 我剛考到機車駕照的時候 騎的是我爸電視購物買來的車 這台車因為是第一代 所以問題很多 常常東壞西壞 有一次其實油箱快沒有了 車子發不動 家裡附近的車行 每天都爆了換來的車 還有零件的價錢 只有這間新開的車行 願意告訴我真正的原因 我們最忙的時間就是 人家下班時間 下班時間我沒辦法回銷開 對處咧? 酷酷 酷酷喔 沒有想要死 楊一休 這是十年 學生時 一次東部的汽車旅行 出了一場車禍 那時候幾乎把車頭都撞壞了 還好引擎還能正常運作 我抓著歪了40度的龍頭 連夜把車騎回台北 偶爾到花東走走 總是會想起那荒唐的信任感 這次一個合作的機會 不得不去認識Gogoro 2 Plus這台車 那天早上 我抓著麻將協會的常客昆源 在中立市區騎了幾圈 這裡有一個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個感光器 然後 它 像是現在白天在傳油門的時候 它只會顯示白色 因為它是感受到那個陽光 所以它只會出現白色的燈號 可以去調它的儀標板 像是這個自訂風格 直接就會顯示在這上面 真的耶 顏色變了 這個圖案 就是 表示是一個競速的模式 它不管是起步的加速到尾速 它的速度都是整個就是很狂暴 像是這樣 一吹下去就是直接 夭壽喔 哇 這個太狂暴了吧 這裡有個Reverse 它倒車鍵按著 然後在儀標板這邊就會顯示 就是它的倒車 然後它是間斷性的倒車 所以你等於說你不會一直往後 然後撞到別人這樣 也會有倒車的警示燈 就跟一般車子一樣 你要倒車的時候 它前面後面會有那個警示燈在閃爍 側面的這個側板 它是採用磁吸式的 維修的話 它大概就是 直接拆下來就直接維修 然後直接把 像是它的馬桶的零件都在這裡 直接就可以整個 這螺絲解 解完就可以整個拆下來 然後水槍在這邊換 它比較沒有跟 就是一般的民眾 就是一般的店家合作 就是 所以通常都是要回原廠修 會比較好 因為最近比較少騎車 所以我用的是299的方案 你可以騎100公里 多1公里是增加2.5元 這樣每公里增加2.5元這樣子 然後它的保養是算在裡面的 當然也有 就是比較便宜 然後但是沒有保養的那種支費 它可以騎比較遠 然後價格沒有比較貴 但是它就是捨去掉 要保養這一塊 你的支費如果有算保養的話 它就是會含在裡面 所以你其實也不用額外去付費 它這裡往下拉 它這裡就可以開鎖或解鎖 對 這個是車廂 然後這個是 就是鎖定或解除鎖定 這邊有個地圖 它會顯示附近所有的換電站 像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 就是旁邊有一個換電站這樣 然後這附近幾乎不到1公里 就有一個 所以所有的換電站都可以用 對所有的換電站 你只要去一個地方 就可以換 隊長 放櫻上去 馬漾記記協會 8月份有推出狗狗瀏綠人大賽 比賽日期是8月4號、5號、11號 第一名可以獲得Gorgono 2 Plus 我們會邀請得獎者到店內進行選購 然後配合桃園市政府的補助 一起推動電動摩托車 就是因為這場比賽 我才意識到電動車的時代來了 電動車的話我是認為是 機車行目前的話就是 也是要靠電動車才救得回來 要不然我們這種汽油車 其實現在的市場變得很快 其實修理比較簡單 就是 就是 怪什麼換什麼 換零件這樣 他那個公司會規定好那個售價的那個公司 所以那個 他們這做法比較正確 十幾年前那時候 興趣嘛 那時候學的下去也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薪水很低喔 低到非常非常誇張的 然後時數也是很長 但是做了下去是因為那個 那個時代那個維修的利潤非常高 所以我從2000年左右開始做這一服 對啊 那你就做了 18年 過 那現在 現在的 開車行利潤其實就 打算收起來啦 預估是 今年或明年這樣子 那要做什麼 這邊 這邊 租掉啊 要不要賣掉啊 有時候我在想 時間根本不在乎我 自顧自的一直往前推進 雖然留下很多的可惜 很多的遺憾 只有跟上他的腳步 才能讓這些變成一段過程 而不是那個所有人都不滿意的結局 是 有時候 我們接下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